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上有动物抓伤和咬伤 并且伤口有剧毒 为了安全 乘务员们让头等舱的那对夫妻去头等舱 可他们不肯 夫妻场安定到二楼查看情况很久没有回来 都来和方木去找他 发现他已经死了 和惊喜卡的伤口一样 接上联系救援小组 他们查到了20年前相同的案例 这是来自太平洋某些小岛上会袭击人的变异生物 方木害怕他们等不到降落 以前把惊喜给沈云看 是两房冷厅的照片 他决定一回上海就去副首付 他们正生情拥抱时 头等舱的那位女士尖叫着跑下来倒在地上 又是那个伤口 万虎疯狂翻包 原来是他在岛上找到的一个动物化石头男狂揍 刘夏要打万虎被方木拦着 刘夏骂方木是屌丝 并挑明他和身炎的事 万虎突然站起来说都是他的错 他冲上头等舱 打开每个行李箱 想找到怪物 妹妹小细听到叫声跑上去 继而尖叫 大家跟上去 万虎抱着小夕 目光呆滞 小夕身上没有咬上 只有很深的抓伤 离降落一个小时50分钟 方木因为刘夏和沈云的背叛 在卫生间悲伤的 刘夏多嘴的说 看到怪物去找凯蒂了 向安老太赶忙去找凯蒂 结果也被咬死 沈云觉得刘夏特别自私 两人吵起来 专家说怪物喜欢低温 因为头等舱比较小 好堵住 所以他们都去头等舱 一姐把舱内温度升起来 但万虎陪着小夕留在经济舱的卫生间 小夕因为分手而哭 万虎安慰她 突然卫生间被捅破 万虎把小夕推出去 自己独自面对 洛兰要下去 留下pass 不肯把堵着门的东西挪开 这时候伤痕累累的万虎 带着小夕上来了 因为机长为了稳定大家的心 说喝水可以得救 所以万虎想要拿水给小夕喝 和头等舱的夫妻不肯分享 他们打起来 头等舱的男士拿行李箱赶 把万虎捅了 沈樱和洛兰都发现了凯蒂的画 凯蒂画什么 什么就会发生 凯蒂可以描绘未来 因热风暴提前来临 航班必须改飞普及岛 但头等舱的男士 要求必须在新加坡降落 要用降落伞跳下去 于是挟持了其他人 这时小夕说 在洗手间 他搁哼曲子 怪物就来了 大家一个个都打不过头等舱的男士 他把方母揍了一顿后 伤痕累累的出来了 带着抓伤和腰伤 接着就被怪物从后面袭击死了 记忆断了 再加上燃油不够 机长对洛兰告白 原来他们曾经是一对情侣 洛兰的梦想是和机长一起飞行 于是考了飞行员 但是机长即将辞职去开赛车 那才是他的梦想 这是空姐 苏珊被袭击 大家都躲到机长舱 洛兰留下方母出去面对 发现苏珊还呼吸 还活着 他们用对讲机开始叫凯蒂 开始用陀螺播放音乐 果然猫腰跑出来了 他会变大变小 刘夏冲上去搏斗被杀死 临终前向方母道歉 机长把猫腰抵在门后 让大家离开 当猫腰的爪子抓破门 抓上机长然后跑了 飞机要降落了 机长呼叫洛兰没有回应 他出去叫洛兰 而此时洛兰正再次用陀螺播放音乐 猫腰又出来了 然而音乐停了 猫腰发现了躲着的机长 为了救大家 机长带着猫腰一起调出飞机 被吸进飞机的排风扇 惊惯未定的洛兰 让飞机安全降落 剩下的人得救 在地面上 洛兰接到机长打来的对讲机 机长还活着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索性是个还不算太悲伤的结局 在生死面前 每个人的本性都一览无疑 但有的人只有死亡来临前才能成长 以及不敢说出口的告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